第五 海水魚 好那我現在我要來換那個海水魚的水 海水魚呢 它一開始換水的時候 它要先把蛋白跟灶浪 還有芙芽把都給關掉 好關掉後就拿一個水桶 因為我們每次都是要換20公升的海水 那我就拿一個20公升的空筒子 就是把它加滿 把它吸滿之後 再裝一個20公升的新鮮的海水 OK 那就來了 看這邊就好了 那現在有些時候這個 在換水的時候也可以順便的把一些 那些髒的啊 那些什麼粉塵啊 或是一些魚大便 還有一些無的無的的棗 都可以把它換 都把它一起把它吸掉 這些都是屬於它的垃圾 像這個下面啊 像底部只要有一些珊瑚 珊瑚的部分 它都會有粉塵卡著 這些地方都有 稍微吸一下 最主要的是 這個地方呢 它 都會用照浪 會去打一個 會在有一個地方是 就是 所有粉塵的死角 那我的死角 是在這個最裡面 就可以看到 有看得到嗎 它是最裡面的時候 有很多的 在...在一屋 欸? 好像搞不到了 有吧 這次還有一碗 都OK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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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有 沒有 好像這個時候要有些荷爪啊 也可以順便就把它一邊的清除 如果有什麼紅泥棗綠棗都是一樣的 我們要像這些地方 這些那種小凹槽 有些時候都是會有一些 一些粉塵在裡面 就是順便在這個時候也把它洗掉 OK 那現在就 先把一整桶的水都已經先吸完了 先把它蓋起來 這總共這一個都是20公升的 再換另外一桶海水 那首先換到這桶海水以後 要先把那個 竹馬達先打開 竹馬達打開它就會這樣子 就是會開始有一些水先上來 然後這個海綿 它也要把它換掉 這海綿都已經是 差不多三五天就要換了是那個海綿 然後等到這邊差不多了 有沒有它在水位不斷的在下降 它下降到地域玻璃的位置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 新鮮的海綿再倒進去 只要把這個水都浮起來 乾淨 就要把這個水都放進去 要把水都稍微炒進去 稍微炒進去 然後再把灶浪給打開 蛋白的話要稍等一下才可以再打開 然後再換一個新這個 乾淨的白綿放在這個過濾槽裡面 這樣 等一下再把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洗乾淨就差不多了